字幕提供 楊化身於水裡每往下沉 魚碳有反應可變做新 我是林伯強老師 就是一個香港現職中學教師 教物理 從2014年開始 從事這個科學創作歌的歷程 改歌詞教科學 入射角等于反射角 反射定律好准确 入射角大于临界角 全内反射是光阔 入射角折射角 每个角度虚量度 木筷子 铁颈尺 水中折曲是错觉 以故歌手罗文的激光中 八十年代的男曲 原曲是讲一对男女的激情 但是我改了 就是完全是物理的光学内容 慢慢慢慢累积到现在 我自己都有九十几首作品 放在社交平台 让我的学生去听 目的就是很简单 吸引他们学习科学议题 你听两分钟的歌 就可以溫导书 入脑 有 那些学生就是贪身厌旧 喂 阿sir好弱 有没有新作 于是驱使我继续创作 其他的科学教育歌 找到一个老师 就是另外一间中学教化学的 李偉航老师 就组了一对男子组合 2017年出道的 就是科创李林 《无间道》的主题曲 我将它变为一个无重量 物理片是讲太空人 上到太空的时候 身处一个无重量的物理状态 我以前没有选择 我现在想做太空人 食指带火转 加快迫欲伤陷 然我已找到 欺有白金 香港真的没有教师 甚至是科学教师 去写一些科学教育歌 去教学生这个科学知识 因为其实我写这些歌的作用 就是为了吸引学生 学物理的兴趣而已 学生又真的学到 又增加了兴趣 成绩又提升 阿长我会唱你的首歌 入射角等于反射角 反射定力很准确 那些考试测验卷的时候 他真的写到整个歌词出来 那就是答案问题有分 其实我们很想就是说 再有这个团队更加大一点 多了一个生母老师 FICAN BY 物理法学生物齐齐 我年年都开很多次 在学校里面也有 在附近的社区会堂也有 老人院也有 幼稚园也有 然后去到很高级的 穿西装的香港文化中心也有 教师的初心是什么呢 就是将一个学科的知识 有效地教授给学生 学生是学到的 小时有两个梦想 一个就是做老师 一个就是做歌手或者音乐家 其实现在就 两个梦想都实现了 我觉得我自己的例子 都是一个追寻梦想的一个典范 好难吧 空间雨过空音交错 就算高速的光波 也未飞得出黑暗船波 好难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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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难道